我们拍戏都会很辛苦 那他如果说是陪了驾驶或怎么样的话 真的是我觉得一定要小心 然后在这里也要祝他早日康复 希望能够马上能够尽快地恢复到拍摄的工作力 对对对我们也希望那个胡歌赶快 因为太多太多影迷在等着你期待你 然后媒体要送上祝福 希望赶快好起来 身体是拍戏的本钱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阿焦最近就是在马亚下演出后台被偷拍 换衣服的时候 然后他就站出来来声讨这件事情 香港有几百个上百个影人一起来为他打气 来声讨这种狗仔队不道德的行为 然后这个事情现在是轰轰烈烈 轰动两岸三地 就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 你觉得如果换作是您 你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去面对 我觉得可能现在内地的媒体 还没有厉害到那种程度 所谓的狗仔队 所以这点我暂时不必担心 但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团结 我觉得我看到如果是听你这么讲的话 我很感动 就是如果是一个演出的事情 然后所有的人都过来去对这件事情 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来做出一个反回应吧 对我觉得也是现在 希望我自己的内心肯定是希望 媒体是一个非常能够和艺人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这样一个关系 然后包括狗仔队啊什么的 虽然我还没有经历过这方面 但是我听说过很多艺人也受过这方面的困扰 所以希望也是能够留给艺人们一些自我的空间 然后让艺人们把自己最完美最好的一面 有这个动力展现给大家 对 好你觉得自己就是面对一些的挫折 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 自己内心的那种勇气 还有勇敢 够不够 独当一面 其实是自己会跟自己打气 但是觉得我还是不是很够坚强那种 我就是大心大肺不会为什么传闻啊 乱七八糟的八卦消息所烦恼 就是不管有什么样的传言 不管有什么样的那个胡乱的那种留言 你都会不在乎 不能说不在乎 肯定会不高兴 因为毕竟被人诽谤也不是件好玩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作为艺人要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毕竟那么多影迷是爱你的 所以我觉得 对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特别特别重要 不管是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旅行的时候 包括其实我们访问的时候 肚子饿的时候 现在过去呢 可能调整心态没有别的办法 现在可以多了一个管道 就是听自己的歌 也算是调整情绪的办法 说实话 我觉得我不知道别的歌手会不会这样 但是也可能我录这首歌的时间太长了 太久了 我自己听的时候会觉得 不是那种在享受 可能说还是 哎呀 这一句怎么再唱一句 那一句 所以就会觉得有点压力 对 还是想听别人的歌 然后听自己歌的时候 想起过去 会检查 会检查自己 哎呦 现在这种感觉 要是在当时 换作当时的话 就更好了 更完美了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说你已经透露 宣传期结束之后 就要回美国继续攻读艺术类的硕士学位 是吧 对 属实吗 这个调子 属实啊 但是我觉得学习是一定不能间断的 尤其是对于我觉得艺人来讲 如果说自己丰富了自己的内涵 接触了各个国家的文化 学到很多东西 我觉得它表现出来的那种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 会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 专业定了没有 艺术类现在在想是音乐还是表演 我还想其实很想去攻读一下舞蹈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体的 就是艺术类 艺人一定是要全面发展的 所以就在想可能复修一些别的科目吧 我倒觉得你应该去学主持 你看表演演员歌手 然后又拍广告 然后又是从小就会跳舞 我也都会学这种 主持人专业心很强 而且我觉得我口才也不是很好 不是不是 我觉得相会更加有意思 可是大家会觉得专辑这样一宣传 然后可能这个你的这个 就是现在的这种人气会又迈到一个新的高度 应该乘胜追击 然后去开一些去做一些演出啊 或者是再接一些一个其他的一些广告啊 这样你忽然就又走去美国了 不会觉得可惜了 其实就是在美国也并不代表我不回来拍戏 因为每年有三个三四个月的假期 而且我也是休学分的 如果说真的有不特别好的戏 或者说是又要出唱片 或者说是又要办什么演唱会之类的 我肯定还会回来 这个时间是有的 所以呢更多 只是说更多的我的业余时间是在学习 就跟我在北京电影学在学习一样 其实我每年拍戏都在半年以下 就不会超过半年再拍戏 所以我整个学习状态是非常好的 可是我觉得你一旦去美国 会让太多太多的人牵肠挂肚 你比方说好多导演啊 好多演出上会觉得 本来这个时候想要求你演出 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你不可能很快到就马上过来 要有一个周期 但我觉得还是保证质量和学习的 就是我觉得东西可能不一定多才好 少而经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向 就是我觉得可能一部经典的奏品会让大家难忘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真的有那个时间 花两三个月出来 利用假期拍一部电影 然后那部电影会成为经典的话 那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 那这么说现在的计划就是每年会 三四个月的时间 就是假期 对利用假期肯定还需要再多做一些演艺方面的 对如果有特别特别好的剧本和专辑 包括是演出的话包括广告 那可能也会中间抽空回来 因为修学分嘛 对对对 可以调整 那我觉得除了这些导演制片人 演出商千盘挂度以外 就是你的怎么说呢 歌迷影迷飞迷 这场见你 那怎么办呢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要求的话 公司也可以安排 歌友会啊 见面会啊 对我相信这个是可以安排的 好的 那这个今天跟一飞的互动呢 很愉快 因为马上要结束了 不过结束的时候呢 还是有特别特别的感慨啊 因为这个感觉你的皮肤实在很好 距离这么近 现场所有的人可以给我作证 真的很好 那这个在这方面有什么秘诀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要休息好吧 因为现在这个年纪 可能也不需要太多的保养 就是注意睡眠 然后我很喜欢吃水果吧 但是我如果累的话 也会皮肤也不会太好状态 就是要睡好 吃水果 对都喝水 那季节的变化 会一般怎么去对待自己的皮肤 比方说现在是夏秋的 那个边缘的季节 北京很干燥 其实那就 如果说房间里放一台加湿器也会很好 加湿器 你这么一说肯定明天有加湿器的广告 但是现在好像这个季节已经过了 冬天放会比较好 有暖气的时候 那这个我觉得 这样的 就是在护肤方面的一些心得 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一些启示 希望吧 在听专辑的时候呢 还可以想想就是怎么互服 因为听专辑的时候 大家总会忘不掉 一非是无敌氧气美少女 怎么样成为无敌的氧气美少女呢 其实在这互方方面 要好好的那个去研究研究 其实心态 心态就是睡眠 还有吃水果 对 这也很重要 对对对 心态其实就是那个神谷 神谷 但是休息也很肯定 还有一点就叫运动 运动 我觉得运动会让人变得更 有活力 你能说你的运动项目吗 说不定说完明天就有运动厂商找你了 对啊 总是这样 我觉得运动的话 我肯定跳舞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运动量的东西 对 游泳我也很喜欢 但是每一次游完泳的话 头发有时候会掉 因为那个漂白水的问题 是 网球也很喜欢 但是基本上我已经一年都没打 所以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 那在高尔夫球场上能抓到你 看到你的那个 很难 因为 那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且我觉得也 短期内 没有这番美的计划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互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们再看看几个网友的留言 一位网友他说 刘绿芬你真的很漂亮 然后小海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你 然后小眉猫猫 他说一飞姐姐 我今年十岁了 我十分喜欢你演的电视剧 如果你要演电视剧的话 请告诉我 我一定看了姐姐 我真的希望你到我家来玩 地址以后告诉你 还玩神秘呢 现在告诉他不是更好吗 马上今天晚上就可以去你家 看一下 然后呢 他说我永远支持你 然后上帝他说 你也许是我 你也许是我其中的一个 最最宠爱的演员 然后 明马他说 永远支持你 希望支持你的专辑 然后呢 我希望你半年就拍不电影 专辑过几年再出吧 已经出了 然后呢 那个小杰他说 飞 我和你一样的年龄 我不知道 我一生能否遇见你 一面 我是个男孩 我为了你流了两次泪 我从来都没有哭过 男儿有了也不轻弹 好酸 为什么 我哭啊 好酸啊 够够他说 喜欢你的人永远还是多的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再看一看 那个汤姆网友 他说 我永远支持你 实在是太 beautiful了 I love you 然后呢 叶南他说 那个 虎伯他说 你真的很漂亮 然后那个 再看看 这个 逍遥他说 伊飞你好 你的美部电影 我都看了 感觉演得非常好 当然 我也很喜欢你 欣赏你 人不仅长得美 心里也很美 不知有没有机会 跟你交朋友 那我想 多回国那几次 多和大家去互动 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 然后呢 像天涯无泪啊 伊飞我支持你 你逍遥 雪儿等等等等 很多网友都留言了 时间都关系 我们不能够再互动了 我希望这次 行程结束以后 如果有心情的话 如果有好的状态的话 能够到 汤姆网站 再次跟大家 一个完美的互动 一定 好 谢谢伊飞 最后再跟大家问候一下 汤姆网的网友 非常高兴 今天能够 在专期发行的这一天 非常有意义的这一天 来跟大家聊天 进行沟通 也希望你们能够 喜欢我的这张新专辑 那也希望你们以后 能够这个 怎么讲 身体健康 学习进步 好 那么我们希望大家 能够支持 伊飞的这张 这个流行乐团 交的第一份成绩单 也要支持 那个刚刚 日文专辑 我最后呢 也特别的期待 我舌头已经不好使了 希望伊飞赶快出 写真集 我第一个去买 好 谢谢伊飞 谢谢所有的 飞鸣 我们今天的副动 就是这样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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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